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考察藏人自治提出质疑 讽刺就像到北韩考察民主 加拿大发生凶杀案 警方误发一篇声明 以口气轻心来描述杀人的凶手 遭到第一民族的族人批判 警方充满歧视 暗示原住民族都是爱吸毒的人 今天凌晨两点半降局针对强烈台风捷拉滑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到目前为止警戒区的范围包括巴士海峡 台湾东南部的海面 台湾东北部的海面 还有台湾的北部 那么其实现在台风移动的速度有稍微加快的趋势 观众朋友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中秋节 目前传来的好消息是北部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强烈台风捷拉滑来势汹汹 结构一样扎实 今晚到明天与台湾最相近的时段 暴风圈逐渐进入到东部海面 下午5点在鹅软比东南方380公里的海面上 风浪都已经明显增强 在兰嶼地区已经观测到16级的强震风 而台东成功也观测到5公尺的浪高 今晚到明天东部海面上都有机会出现 8公尺以上的浪高 沿海地区居民更要严加戒备 南与外海的外洋浮标 目前已经观测到11米的浪高 另外就是我们的南与气象站 也观测到16级的强震风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 台风逐渐在靠近宜兰这个附近的海域 南与这个地方我们预计还是有可能出现 17级或是17级以上的强震风 由于过去几个小时 台风入境有些许偏北的趋势 因此气象局并没有在下午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捷拉华暴风圈不会够到东半部地区 不过蓝雨就在暴风圈笼罩下 风雨仍然强劲 受到台风外游环流影响 东半部及北部明天还是会有大好雨发生 其中以宜兰及北部山区的雨势最为剧烈 提醒山区居民要留意土石流的发生 不管是海上警报或陆上警报 这个台风都相当的靠近台湾的陆地 所以整个风雨的状况都会从今天晚上会持续的增强 那最强的时间就落在28号 气象局表示今晚台风走向仍要密切观察 不排除路径再次接近台湾而有陆上警报的机会 但东半部北部势必会出现强降雨 特别受前几次台风重创的原住民族地区 今晚更是要严加戒备 星期六早上台风逐渐远离到了星期天中秋节 除了东半部云量偏多外 其他地区都有机会出现好天气 记者阿富城天次台北市采访报道 海面上的风浪的确越来越大 台东蓝雨地区不敢懈怠 因为8月底的天平台风曾经重创蓝雨 当时台东的大午跟蓝雨就出现了17级的强震风 今天在蓝雨早上又测到16级的强震风 大午 杨美族人赶快把身材的工具船赶快绑紧 以免又酿成悲剧 强劲的风势将芦苇草吹得东岛西歪 海平面也被强风刮起 随着强烈台风杰拉华逐渐逼近蓝雨 蓝雨气象站表示 预计9月27号晚间8点 强烈台风杰拉华的暴风圈会接触到蓝雨陆地 风雨也会跟着增强 蓝雨居民为了防止天平台风的悲剧再度发生 在台风还没有来临之际 将船只用绳子绑紧牢固 随着台风逼近蓝雨风是明显增强 台东县府在9月27号下午4点发布蓝雨箱 停止上班上课 而蓝雨对外海上交通船班也已停驶 船公司表示也要看海向稳定之后 才恢复船班的晚反 而空中交通因为天候不佳的因素 全天班次取消 另外原定9月29号举行蓝雨滑船比赛 也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而延后办理 提醒族人台风期间避免外出 并且做好防台准备 随时注意台风动态 记者小马里大圣台东蓝雨采访报道 墙台吉拉华逼近 花莲的海边不但出现长浪 新城秀里地区也因为墙风造成 利物稀的出海口出现了绵延好几公里的风吹沙 民众就抱怨现在情况已经严重到 尤其是新城村跟顺南村两村 这可以说吃饭配刷 其实利物稀出海口的风吹沙问题 并不是只有在台风来临前才会发生 平常东北季风一起照样扬起漫天风沙 居民希望县府赶紧想想办法 作为一些喷水或者直立的工作 是不是县政府也可以来考量这样一个做法 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还有海浪 在七星潭地区竟然就有民众 在高达三公尺的大浪前又细拍照 一不注意大浪打来赶紧逃命 而且没被巨浪卷下海中 中央气象局提醒东部地区的海浪会逐渐增强 民众应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以保障自己安全 请节目加开 欢迎报道 新竹县五峰乡乡长叶贤民被踢爆 疑似有贪污的丑闻 他正在接受调查 在9月25号的时候 新竹县府就正式的接到 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的裁定羁押公文 县府就依地方制度法相关的规定 将五峰乡长叶贤民停职 同时他必须指派另外一位具有检任 实职等资格的公务员来接受 所以县长邱敬纯就正式的指派 县府的秘书肖峰镇来代理五峰乡长职务 这是一位非原住民级的代理乡长 不过县府表示 就是因为县府内找不到 检任实职等的原住民级的公务员 所以才派出肖峰镇来代理 在今天县府也将代理乡长的公文 交送到五峰乡公所 所以五峰乡民10月1号 即将要看见这张新面孔 新竹县五峰乡长叶贤民 因涉嫌索取回扣接受厂商招待 新竹地院依贪污罪裁定积压禁件 25日新竹县府也正式接到了 新竹地方法院检查署的裁定积压公文 而依据地方制度法相关规定予以停职 而代理乡长需要检任 实职等的公务人员 县府内没有符合的原住民级人员 县长邱靖淳则指派了县府秘书 非原住民级的肖峰镇 代理五峰乡长一职 县长在昨天依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予以叶乡长停职 另外也考量到代理人员的行政经验 还有他的品德操守 还有学经历 也特别指派我们新竹县政府的检任秘书 肖峰镇肖秘书 在10月1号开始代理五峰乡长的职务 肖峰镇将在10月1日正式生效 五峰乡代理乡长职务 肖峰镇县职为县府检任秘书 曾任竹北 新湖 竹东等地震事务所主任 及县府计划处处长 虽然非云住民级 不过在93年到96年 竹东地震事务所主任任内 曾推动兼10五峰乡民 可以透过乡内公所线上 查询地级及申请等业务 未来担任代理县长职务 将全力以赴 进去了之后 我首先会和县议员 以及乡代表 以及村长 还有地方的人士 以及部落的长老那些 我会做一个沟通 然后互相了解他们的需求 需要乡公所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乡公所这边 会做一个全力的 做一个协助 也希望能够乡的工作 正常业务能够顺利的推行 才是主要的目的 我会全力以赴 代理厢长职务将会任期多久 还是要依照新竹地方法院的 最后判决而定 而针对乡公所内 需要签合经费的业务 由于乡长夫人不愿交出支票张 目前业务都被冻结 不过等到代理厢长上任后 全部的签张都将更改 而乡长夜协名的印章 都不具有行政效益 一切将有代理厢长 肖峰镇掌管和定乡内业务 接着怎么在乌六新竹竹北 采访不到 新竹县府的理由说 是在新竹县府内 找不到检任实职等的 原住民级的公务员 所以才找来县府秘书 来代理五丰厢长 不过有部分的乡名 是持负面的看法 新竹县府秘书代理厢长 名单确定 由新竹县政府检任秘书 非原住民级的肖峰镇担任 而对于乡内将有新任乡长 居民却有些意见 担心非原住民级又不是乡内人士 对于乡内的文化 以及语言不熟悉 担心跟乡民互动 以及处理乡内事务上 会有落差 在我们原住民地区 应该是由我们原住民 自己有这个 只等在的人能够来代理 这是最好的 因为毕竟汉人 并不了解我们在地的 所有的文化生活习俗 这是一种比较有冲突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原住民乡 还是真的 还是要由我们本地人来代比较好的 因为很多我们要去跟乡长诉求的话 有的很多原住民 有的老人 他根本听不懂 很多话他绝对不知道 而也是新竹吴峰乡民的 县议员赵一仙表示 有跟县长建议能够推派 原住民级的人员担任代理乡长 最后还是指派 非原住民级的人员 来担任代理乡长 表感遗憾 不过对于县长的派认表示 未来会从旁协助代理乡长 说实在的 不是原住民来担任 有点遗憾 第一个给肖乡长的建议是 所惠关系要透明 而且要和谐 而且要经常地做密切的联系 那这个是过去乡亲期待 但是没有得到的东西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乡内人事 人事要稳定 肖凡政表示 虽然对泰雅族文化了解不深 不过跟乡内大部分的居民 有共同的信仰是天主教徒 希望借由信仰能够拉近 与乡民的距离 得到乡民信心 也表示会全力以赴 接着怎么算 乌六新竹武风采访不到 日前新竹县监石乡 新乐村水田部落 有部分原住民保留地 又遭到当地的居民检举 说被外地人违法施工 那么住在当地的 泰雅族的画家林世伟 就再度的面对媒体 对监石公所表达 强烈的不信任感 认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乡公所有所作为 怀疑乡公所包庇赤案 不过今天原市的记者 前往监石乡 公所表示 其实已经在9月18号 把公文承报给县府 新竹县府也在今天 收到公文之后 派员会刊 确定这块土地 的确是在地主 完全没有申请建造的情况之下 就已经动土新建的 所以认定这块土地 的确就是违章建筑 已经要求立刻停工 新竹监石乡 上水田部落原住民保留地 爆发遭违法开挖建屋事件 9月11日 水田部落居民向派出所报案 警方并向乡公所举报 水田原保地 遭到不明人士动工 疑似要建筑私人用 宗教性质场所 长期捍卫原保地的当地居民 林世伟认为乡公所都没有任何动作 私下向县政府询问 县政府回应说 并没有收到乡公所的相关公文 林世伟认为乡公所独职 可是一直到现在 部落的租人都等不到 甚至部落的租人 一度还怀疑是警察吃案 后来刚好 我们这几天下去 到新的派出所去问 后来好在所长很诚实说 他们都往上承报到公所 其实是公所 他们自己独职 针对水田部落这个非法盖妙的 我们以为说媒体报导之后 很快就拆除 可是我们回到部落去 看到那个建筑还在 而且听说那个 尼姑是非常的嚣张 对钟小姐或附近的族人说 哎呀 我们后面有人在撑腰了 我们绝对风波过 还会盖更大 这样 所以我们原住民 真的非常的心痛 不过 坚实乡公所农业客员表示 早在18日 就寒送公文到县政府 乡公所也对施工单位 发出制止通知书 新竹县政府表示 有收到乡公所的寒文 原住民行政处 也在9月27日 与县政府公务处 前往水田部落完成会刊 确认上水田部落363D号的原住民保留地 总面积为3600平方公尺当中 有120平方公尺 确实有违章建筑的施工 已经发出停工警告 要求所属原住民地主 立即申请补发建筑执照 否则违法 处长说 有心人士 绝不要心存侥幸 任何违法的事情 县政府原刑处 一定会公事公办 依法惩处 这个很过分 你任何一个建物的申请 一定要经过合法程序 你申请合法程序出来 我有这个东西 再拿给我们的主人看 我说合法的 这个主人才不会有意见 那你现在到处放话 说你有后台 有势力或怎么样 这当然会引起公愤 所以这个 我们认为是不可取的 当地居民也说 除了这一笔原宝地 违章建筑的案件之外 坚石乡水田部落 上游渠道不当整治 和非法经营温泉区和咖啡厅 破坏当地部落居民 生活事情层出不穷 要求乡公所和县政府 要介入调查 记者现在所调的位置 是在新竹县坚石乡的 上水田部落 现在在记者后方的中建筑物 就是之前被族人爆料说 是在原住民保留地上的 违章建筑 在今日27号 已经由新竹县政府 原住民行政处 汇同公务处 汇刊之后 认定是违章建筑 目前我们看到是停工的状态 究竟后续会如何发展 还有待观察 记者 吴隆包新竹坚石采访报道 另外盖在台东山源海岸的美丽湾度假村BOT开发案 经过最高法院判决还评无效定验 必须要拆除 但是度假村业者却又再度提出还评的申请 反对开发的环保团体 还有原住民族团体 眼看着度假村还没拆掉 甚至还要重新提出还评 想要卷土重来 今天连同台东嘎地步步落返千葬的团体 前往监察院向监委陈勤 控诉了对象 包括接受还评要求的台东县政府 而这已经是反美业团体第六度 向监察院陈勤 今天接受陈勤的监察委员 是叶耀鹏 李炳南 监察委员 叶耀鹏以及李炳南 27号前往台楼接受民众陈勤 反反反联盟和卡地步步落 抗千葬的族人特地前往 希望监委针对美丽湾度假村 违监案介入调查 由于96年底 环保团体部门开发单位 都还没完成环评 驻大兴土木 提出公民诉讼要求停工 今年9月20号 追高行政法院认定 该开发案需经过环境评估 美丽湾度假村 尽在未经还品前 就兴建了旅馆等开发行为 违法市政明确 判还团胜诉 不过陈勤的团体认为 台东县政府没有依法处理 向监委陈勤 我们今天如果不挡这个 美丽湾这个大违建的话 那我相信整个东海岸 会像骨骸下意一样 整个所有的开发案 按照美丽湾这种违建的方法 违建这样的案例 环保的相关问题那么关心 我想说台东的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环保问题 台东其实还有很多面向要去处理 环保腾提认为 美丽湾度假村市违建 就该依法拆除 否则要告台东县政府图例 如果他今天不就为 我们接下来的动作是要检举这个大违建 如果建法单位你不就为 接下来我们就是进行 我们要告你们 告你们独立厂商 告你们独立业者 告你们独立美丽湾财团 环保团体也质疑五点多公顷的环秉 环秉已撤销 为何环秉审查还在进行 五点多公顷的环秉已经被撤销 环秉被撤销 它的建造做起既往是无效的 请问没有建造的一个建筑物 或建造失效的一个建筑物 是不是为鉴 大家说是不是为鉴 是 六公顷环秉的部分 其实在上一次的环秉会议 也做过第一次的审查 那这个审查里面提了相当多的意见 现在由业者自己去进行评估或者补证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台东县政府败诉 要求业者停工 不过台东县政府仍然认为 业者有再度提出还评申请的权益 依法有据 双方在法律的认知上始终有不同的解读 监委已经受理民众的陈勤 将会进行调查 记者卡扎菲亚古龙台东采报报道 被划释在中国境内的西藏地区 藏族的语言称为屠博 屠博人也就是藏人的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 在去年将政治权利移交给 由票选产生的总理洛桑桑盖之后 西藏流亡政府在这个礼拜 首次举行一场集合全球藏人代表 出席的大型会议 在这场为期四天的会议当中 与会的代表将会针对近年一连串藏人自焚的事件进行讨论 以达赖喇嘛为主的藏人 推动的是较为温和的路线 并不诉求西藏独立 而是要求西藏民族自治 不过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却依然认定藏族人是要搞分裂 对中国境内的藏人采取高压的手段 打压各项权力 西藏流亡政府希望透过这场会议 可以提出应对的办法 在印度境内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市 400名来自全球的流亡藏人代表 特地前来出席一场特别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针对近年在中国境内的 素食中藏人自焚事件进行讨论 达赖喇嘛本人并未出席 大会将她的照片放在主席座位上 以示对这位精神领受的尊敬 在会议进行前先由僧人进行一轮诵经仪式 在台上除了主持仪式的僧人和总理洛桑桑盖之外 还包括流亡政府全体阁员 会场内象征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 一共有51只代表着51位 以自焚抗议中国政府的藏人 这次会议是洛桑桑盖自从区连当选总理以来 第一次举行集合全球流亡藏人代表出席的大行会 目前中共只将举行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新一届领导班底也只将在18大中产生 朗桑桑盖指出中国政府针对藏人的高压政策 并不会因为领导班底换届而停止 而流亡政府的策略是要争取对话 西藏又名为图博 常年争取西藏藏族人自治 但是却被中国政府定义为分裂主义者 并且遭遇强力打压 据林旺政府指出 过去三年来先后有51名藏人 以自焚抗议中国的高压政策 造成41人死亡 洛桑桑盖和达莱拉 马都呈先后表示 林旺政府并不主张以自焚作为抗议手段 但他们同时指出 之所以有人采取自焚的行动 是由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打压 越来越严重 记者邱的真编译 这就是有关西藏藏人最近的动态 不过今天在台北的立法院 新政圆明会进行业务报告 立委发现明年圆明会的预算 有一笔考察经费 就是要去中国境内的西藏考察 为什么要去西藏 立委问行政圆明会的主委答 说要去西藏考察 西藏的自治相关议题 此话一出即刻惹恼了立委 认为中国政府打压西藏自治 但圆明会又到底为了什么 要去考察西藏 实在无法理解 立委给行政圆明会主委孙大川考试 说近年来到底有多少藏人 为了争取自治而被中国打压自焚 孙大川一时之间无法回答 更是激怒许多立委 不分党籍的立委 在今天对于圆明会所规划的西藏之行 都特别关注 你今天要到西藏去考察 原住民族的自治 不可以吗 你就好像 所以我今天要去北韩 考察民主自由 我要去北韩考察人权 做点功课 我们会做 你功课做了吗 我们会做 你预算变来了 你功课做了吗 会做会做 你做了吗 行政院圆明会在明年度的预算当中 编列了一百万左右 要前往西藏考察 不过就有非原住民级的立委质疑 圆明会都没有处理好台湾原住民族的自治法 还要前往去考察 并且一问西藏的藏人 为了抗议中共不当统治 所发生的资本事件 目前有多少起 主委孙大川一问三不知 立委拍桌说浪费公堂 我们当然希望说 你们去考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所有的考察要有绩效 因为这是所有人的纳税人的钱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的 自己的原住民族人的事情 我们还编了一算 要去考察西藏的自治 西藏是 这些喇嘛 引火自焚 高寒要西藏独立 这么痛苦的地方 你们编一百万 怎么样 要去把那个制度引进来是不是 让我们原住民也引火自焚是不是 我们很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出 我们原住民跟大陆少数民族 彼此交流或者是互动的一个 那你考察包括他所有的优缺利弊吗 当然 行政院员会规划明年前往西藏考察 引来多位立委炮轰 不过孙大川强调是去探讨西藏资质相关的问题 在刚制定的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来做比较 不过原住民族立委认为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在上一届没能通过 已经是很不应该 这个贵旗应该要加快抢步 立委高金宿媒强调一定要将国土计划法 行政区划法绑在一起审查才是实质的土地自治法 当我们的行政区划划出来了 当我们的国土计划出现了 当所有的法源已经落实了 在立法院通过了 当有很多首长并不是像现在的首长是这么友善的对原住民 我告诉您 原住民的未来是没有希望了 原住民的自治区是没有希望了 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 就让我们先把东西划出来 不过立委简东民认为三个法案 不要绑在一起审 请向单独审原住民族自治法 这个国土计划法要先 或者是新制计划法要先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自治法 像这样的话我看永远很难通过 是我们是自治法优先 自治法优先 因为国土计划法跟这个行政计划法 那个是整体的不是针对原住民而理 那是整体的一个法 可能在那两个法里边要有一些条文 要加上一些跟我们的自治法衔接的部分 不过目前志愿版的原住民自治法草案 还没有送进立法院审议 主委孙大川表示 预计在十月底就会将原住民自治法草案 送到立法院审议 期望可以赶紧立法 旧家人的审议 狼阿路立法院采访报到 而另外司法院已经同意 在明年也就是102年1月1号开始 在花莲台东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高雄跟屏东 等九个地方法院会设置原住民族专业法庭 立法委员正天才认为原住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及价值观 常与现行法律有所冲突 常使原住民族人在检察官侦办以及法官审议中受到不利的影响 强烈要求司法院应该要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条第二项规定 设置原住民族专属的法庭 以协助原住民族人的司法案件获得公平的审议 正天才提出日前有排湾族长辈因为表达对晚辈的关爱 而摸生殖器阿莉莉的传统习俗 既然被检察官以加重强制尾碎罪起诉 虽然最后法官认为救公的行为并没有猥亵的犯意 或满足自己的信誉 是依照习俗亲拍男童生殖器表达对晚辈的疼爱 不过正天才认为司法院对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关系不了解 因此才会起诉 再次强调原住民族法庭的重要性 法官还是认为说他是符合性骚扰防治法的这个罪行 他还是认为 所以这个跟传统习俗 他就完全没有这种原住民传统习俗这方面的一个 虽然他的证人已经提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去处理这个部分 而且很快的就在今年的5月30号发布 发布了 请问林秘书长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落实的执行 在立法院内 原住民旗立委争取多年要求设置原住民法庭 终于获得司法院明确的回应 确定明年1月在全台9个县市的地方法院设置原住民法庭 已经指定了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高雄平东台东花莲 一共9所法院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设立这个原住民族的专业法庭 其他法院也可以 司法院预计明年1月开始在花莲台东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高雄 以及屏东等9个地方法院设置原住民专属法庭 不过原住民法庭的人员配置如何 司法院表示还在签合当中 目前还未确定 不过立委政天才认为除了这些原住民人数多数的县市之外 其他地区的地方法院也应该设置原住民族专股 司法院表示会再进一步的研议 记者安永远就让他努力表现才报道 基本工资的月薪确定不涨 劳工团体今天淡喜行政院 另外行政院将提高企业禁用外籍劳工的比例 从35%提高到40% 立委批评不但影响原住民族人的工作权 也会压低本劳的薪资 10月份开始 层间主义新闻将带给您 有显得最生活化的部落讯息 让大家用最轻松的心情迎接崭新的一天 欢迎您收看层间主义新闻 五间主义新闻一达严选重要讯息 以主人观点解读 诠释每天的重要新闻 让你掌握每天的新闻重点 晚间主义新闻除了要带您快速掌握 国内政治经济民生新闻 更要放眼世界掌握国际脉动 让您从部落出发放眼全球 今天在立法院内有立委关注原住民族的失业问题 有立委认为开放外劳原住民的失业率 当然就会升高 就会有原住民失业的问题 目前劳委会将企业雇佣外劳比例 从35%提高到40% 以吸引台商回流 不过就有立委质疑 开放外劳不仅影响原住民族人就业问题 也会压定本劳薪资 咨询行政院原民会主委到底知不知道 对原住民就业的严重 认为原民会没有警觉心 陈起迈追问 原民会编列的就业预算有下降 根本就不重视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状况 所以你从98年到101年 你们自己的数字里面你看得到吗 对不对 98年数字本来是8点多 失业率是8.85 到101年因为这花了100亿 降到5.02左右 所以你现在从原来的预算 20几亿现在降到剩下不到4亿的规模 那又开放外劳 那当然我们原住民的失业率就会上升嘛 那偏偏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就业最多的 就是在制造业跟营造业两项 加起来30%左右 这个大概会冲击到我们原住民的就业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你又没有敏感度说 这个会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的就业权利有关 孙大川说会内已经有很多原住民族人的就业计划 例如目前继续办理莫拉克风灾重建各就各位专案计划 禁用了原住民250人 还有推动原住民青年职能发展系列计划 有高中职大专青年职场生根培训不到3000多人 也在8月23号开放使用原住民人力资源 整合民间人力银行职缺 方便原住民族人求职等计划 孙大川表示不管是外劳比例是否增加 以及台湾经济业等问题都有在跟劳委会经济部都有一个机制来解决 不过行政院原民会表示立委陈其迈首边的就业预算 二十几亿都是错误的 原民会强调102年度的就业预算是编列6.3亿元 跟往年比起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101年是6.4亿元都差不多在6亿元左右 另外行政院长陈冲在昨天拍板定案基本工资确定不涨 时薪明年元旦开始 虽然会从103块调涨到109块每个小时 但是月薪的部分是有条件 例如如果连续两季的GDP成长超过3% 或是连续两个月的失业率低于4% 月薪才会涨 这引发劳委会的主委王如旋请辞下台 而包括总统马英九跟行政院长陈冲今天全力未留 但王如旋今天开始起假 没有进办公室 今天上午的行政院会也没有参加 劳工团体在今天则是非常的不满 也对政府要扩大开放外籍劳工进入台湾更加的不满 下午淡喜行政院要沉冲下台 在行政院门口劳工化身愤怒鸟丢鸡蛋 抗议基本工资月薪还涨 行政院连一天一颗茶叶蛋的钱都不给 劳工团体不满 基本工资月薪调涨267元 平均一天不到9元 为底层弱势劳工加一颗茶叶蛋的钱都要设下门槛 真的说不过去 对于行政院单方面更改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决议破坏体制 劳工代表也宣布请辞审议委员 做出我这个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的请辞 我要试问你经济联系9个男生 你要不要不承认 你们的经济内阁有没有人出来不承认 为什么要我们承认 劳工团体批评现在财经内阁已经变成财团内阁 拼不出成绩只会压低劳动成本 也预言下一步就是要扩大开放外劳 让本劳外劳基本薪资脱钩 劳工团体的担心起来有字 因为老委会也在财经报纸刊登广告 捍卫反对脱钩的立场 老委会主委王如璇 周三在立法院咨询台上发表离职感言后 总统马英九及行政院长陈冲都全力未留 但王如璇周四开始请假 没进办公室上午的行政院会也没参加 记者宣似陈昌伟台北报道 而行政院长陈冲即将在明天前往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 但是就是因为基本工资案的争议还有经济不景气 经济的景气下滑引发在野党的不满 民进党的立员党团就表示即将在明天陈冲进行施政报告的时候 要表达抗议而台联党团今天下午也举行记者会 私自杜撰了一篇雨带讽刺的声明稿的草稿 结果没有想到一不小心透过电子邮件误寄给各媒体 这个破案声明的草稿上面有一个标题写着 口气清新的杀手落网了 而所谓的口气清新在加拿大其实是针对原住民族 或者说第一民族的歧视性的用语 由于有部分的民众对原住民族抱持刻板印象 认为原住民族很无知都会把漱口水当成迷幻药 所以喜欢去喝漱口水久而久之 具有种族歧视意向的白人就会习惯说原住民族是口气清新的人 所以这封误寄的声明稿虽然是杜撰的草稿 已经引起原住民族社群一片哗然 不过一直到目前为止 当地的警方跟市长都否认有种族歧视 这里是Fundervais 这座平静的小城人口只有十多万 2003年曾经被联邦政府传统文化资产部 列为全国五大文化城市之一 不过最近当地发生一宗松下案 死者是Objui族的Adam Yellowhead 当死者家属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的时候 却传来更快的消息 一名警员在发布警方正式的调查声明之前 失智杜撰了一篇雨带轻飘的声明稿 并且不小心将这份声明稿 寄到媒体和所有上级主管的电子邮箱 让死者家属和当地原住民族社群感到特别受伤的 是这篇假声明的标题是 口气轻心杀手落网 都为第一名族代表指出 这位原警的用语暗示第一名族族人都是毒虫 是一篇种族歧视的声明 警方只忙着辩解 对于那位警员的主动 媒体舆论一片哗然 不过警方和市政府始终拒绝承认 这种事件涉及种族歧视 市长一方面谴责警员的玩笑开得过苦 同时却否认这涉及种族偏见 安大日州的所有第一名族领袖都站出来抗议 指那篇假声明已经侵犯到第一名族族人的人权尊严 都为第一名族领袖强调 那篇假声明暗示着第一名族族人的受害者是活该倒霉 目前警方和抗议人士仍然针对这种事件进行谈判 而杜撰那篇假声明的远警也向家属道歉 不过对于警戒存在种族主义的问题 不少第一名族族人始终充满疑虑 我认为警戒和民族人的判断 我认为警戒人家的状态 如果您说到更多人 您会发现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远远人家的状态 很多人 我们不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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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太好 我认为一些人是人家的状态 我认为一些人是人家的状态 我认为他们被人打算了 目前这种投诉案件 已经被送交至安大略州的独立警察内部调查总长手中 对死者家属来说 在进一步调查结果出炉之前 首先必须走出伤痛 当地第一民族领袖指出 最近几年来他们已经借获许多有关警方不断行为的投诉 他们希望这种案件可以换起政府投注更多心力 改善警方歧视原住民族的现况 记者出了真编译 保安警察第五总队首次成立了原住民族武道社 排湾族猎人对空鸣枪 42位保安第五总队的原住民族组员 换上了排湾族勇士专 步伐整齐画衣跳棋勇士舞 一个月的训练 八段送账歌舞的长出 不仅磨练了大家的默契 更巩固了大家的感情 所有的弟兄 我们的同仁也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这次的表现让我顽目相看 也可以说打他们这100分 在此我也是最感谢我们的大家长 我们的总队长 在这个8月13号之后成立我们这个原住民 让我们原住民的同仁更能够更融洽 今年8月份才刚成立的保武总队原住民武道社 也是全国警察单位首次成立的原住民族社团 保武总队总共有70几位的原住民级保安组员 这次就有超过一半40多位的原住民族组员加入社团 为了讲究完美 组员还特地每个星期三前往屏东山地门乡 学习传统勇士舞 第一次教警察 因为我都是在教小朋友 比较能听话 对 像小朋友的话真的是 有时候要讲好几次他们才会听得懂 社员们认真的练习 首次演出也夺得大家的掌声 平日满于勤舞的原住民组员们 在社团成立后连结彼此间的感情 在保武总队提前庆祝的中秋晚会上 原住民武道社成员穿上排王族勇士装 带动现场的气氛 也成了千位制服原警中最亮眼的一群 记者阿瑞哥森高雄人物采访报道 边东县三地门乡口舍国小 配合行政农委会农粮署所举行的 学童种稻体验活动 抵达了稻米灾植实验的农地 也就是屏东县高树乡的大补村 来体验收割稻米的经验 可以看到小朋友弯着腰一把就抓着稻米 流着汗收割稻米 这一群小朋友是三地门乡口舍国小的学童 在太阳底下体验农夫种田的辛劳 从插秧到收割都不缺席 希望可以让学生可以珍惜得来不易的米饭 另外有航空公司的饭店 即将要在十月份一整个月 要打造阿美族的美食祭 强调推出的是七星级的阿美族美食 六百度高温的麦饭食 翻入特制的器皿内 食材立即滚烫了起来 不一会就煮熟了 这就是远近迟名的阿美族石头火锅 香气随着水蒸气飘香而至 令人食指大动 除了石头火锅外 这一道料理更是阿美族人的圣品 这就是阿美族人最常使用的腾芯 经过精心的调制就能入口即化 甚至还有腌肉加上野菜与起司 口感令涛客印象深刻 不过这里不是原住民族地区 而是桃园机场内的航空公司的饭店 航空公司难得选定阿美族料理 当作假日主餐 我们筹划了一年来做一个 跟台湾原住民的食材 跟食物方面做个相连结 然后运用我们主厨 他的现代的料理的手法 然后创新做一个新的料理 然后让大家品尝 真正的原住民台湾原味 是什么样的食物 刺葱 石竹鱼还有这个麦饭 这是在整个原住民族群里面 最常惯用的一个香料之一 那我们用这些香料 融入在这些食材上面 去做创意的菜 通常许多原住民料理口味较重 但机场饭店面对的消费者 是外国旅客 原住民料理口感 该如何让大众接受 其实是有方法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 我们就是跟姚中师傅 我们一起研究 说我们如何才能把这食物 把它的卡路里降低 把它的钠降低 不要造成我们身体上的负担 所以我们都针对海产的部分来做研究 一面哼唱着阿美族的传统歌谣 一面进行料理 阿美族主厨陈耀宗 除了在机场饭店呈现一身好厨艺之外 更要将自己最擅长的阿美族歌谣分享给大家 阿美族的创意料理 因着富有的健康价值 成为了国宴级饭店的精选 记者巴鲁阿里陶淘宇机场采摩达 原本许多人预计 迹象距离可能会在今天下午五点半 发布陆上警报 不过其实并没有显然 台风的动向有了改变 在今天上海迹象时间 请到的主播是阿布什 是的 古拉族族人观众朋友 其实在强烈台风杰拉滑 还没有影响台湾之前 就已经影响到大家的心情 因为星期天中秋节 大家都在担心 到时候的天气到底好不好 能不能够看到月亮 所以我们首先就先透过台风的路径图 来关心一下这个杰拉滑 未来会怎么走 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其他还在 鹅兰比的东南方 是400公里的海面上 那持续是以每小时14到13公里的速度 朝着台湾接近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就是整个台风影响我们台湾 最明显的时刻 整个东半部的地区 宜兰花莲台东边缘 就有机会被暴风圈的边缘给擦到 那当然整个绿岛蓝雨 就会直接受到台风的侵袭 在暴风圈的笼罩之下 那从这个路径上也可以看到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呢 整个台风呢 其实受导引气流的影响呢 就会加快速度的向东北移动 逐渐的朝日本的方向前进 所以其实礼拜六下午之后开始呢 各地方的天气呢 就会逐渐的转好 那到了星期天中秋节 到底能不能看到月亮 透过的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到 整个台风 这台风也是非常的清楚 结构呢是相当的扎实 其实就从现在这个时间呢 一直到明天早上呢 它就会从我们的东半部的近海呢 向北顺势而上 而现在蓝雨呢 因为在它的暴风圈范围内呢 所以现在就有强降雨呢 还有比较强劲的风力 而整个东半部地区呢 还有包括北部的山区 今晚到明天早上呢 也会出现大豪雨 甚至是超大豪雨的等级 那特别是海拔比较高的山区 像花莲秀林乡 宜兰大同南澳 还有新北市的乌来这些地方呢 雨势呢会比其他地方还要来的剧烈 所以地方居民呢 一定要特别的严加戒备 那当然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地区呢 其实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的 天气可能是阴阴的 偶尔有一些短暂雨 但是不至于影响您户外的活动 到了星期六整个台风呢 向东北远离我们之后呢 其实各地呢都有机会出现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因为接着而来的呢 就是比较干燥的空气 所以呢 其实整个西半部 南部地区来讲呢 往天空看到 皎洁的民运的几率呢 是相当高的 只有东半部的朋友 可能云亮多一点 就要碰碰运气了 那当然今晚到明天 提醒东半部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做好防台措施 而就各云南地区 更详细温度上的变化 一同看到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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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关心海上天气变化 说到捷拉华 强烈台风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东半部近海 包括蓝宇附近呢 海上呢都会出现 有达八公尺左右的长浪 所以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 一定要记得避免靠近了 接着带您看到 近海的渔越气象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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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斯要提醒 阿布斯要提醒东半部的族人朋友 今晚到明天呢 一定要特别的严加戒备了 以上就是为您所争议的天气预报 接着把时间交还给 好的 非常谢谢阿布斯 好的 非常谢谢阿布斯在今天来到 香海气象的节目时段当中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问题 才要提供给原事 或是您有任何建议 都欢迎拨打原事的客服专线 我是阿布斯的古拉斯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 下次见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开心 玩乐 嬉笑 是每个孩子成长的权利 性侵害的阴影将夺走孩子的笑容 守护儿童免于性侵害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性侵害咨询保护专线11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接下来为大家报告 最新的杰拉华台风动态 杰拉华台风目前的位置 在鹅兰比的东南东方 大约33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 向偏北的方向移动 未来也会有向北北东的方向 移动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的话在南雨附近的话 已经观测到有16级的强征风 那各地的沿海的观测风浪的话 目前也正在逐渐的增强 那预计这个台风 未来的移动方向 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 也就是星期五这段时间的话 它是以比较偏北的方向移动 预计在星期五的下半天之后 它的移动方向会逐渐的 往北北东的方向前进 所以这个台风 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预计是在星期五的一整天 所以在星期五一整天的话 在各地区的话 都会受到这个台风影响 那降雨的情形方面来看的话 由于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 加上台湾的地形的影响 那预计在台湾的北部 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话 可能会出现大豪雨 甚至超大豪雨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的话 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话 也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豪雨的情形 那其他地区的话 由于这个台风的环流的话 逐渐的少过台湾